耳朵呢有人说也叫内向 有的就是光看脸 有的时候看不到耳朵 那样对面不见耳 那代表他出身 比较好 如果这样照风耳 那就条件就比较差 往往都是要自己奋斗 包括耳朵小的都要自己奋斗 就算有福 他有白手西家 他因为耳朵也住福 也住早年也住晚年 你看我耳朵就比较小 没办法就靠自己 小的时候刚升进来都很大 人刚升进来都很好 后来的一些运气 包括自己的天作孽跟自作孽 就是这些很多各种元素 这个耳朵呢 巴拉巴拉 你要软硬适当 太硬的人这种人比较强 尤其是这个地方 有的人翻过来 这样 这就叛逆 我们说跟背后配合的这种反骨 这样人就反传统叛逆 这就不好 那传统这几千年下来的 那是天地 那自然的一个定律 你偶尔是清击 清击一下 一点新鲜的是 我们像周英驰演的这个 我这个清击上官 清击正观 没主流这个这个 搞一些这个 屋里头 那还是很有趣的 但是你要过分 那就不行 这个耳朵有锤呢 也是比较有福一点 太太亮了 就是有的人没有 有的人这有能 这有能 这是 就感觉也是不自然 有那种 呃 就是往往有吸脑血管啊 就是现在我们用 也用西方的一些词吧 就是反正有一些坎 对吧 就是身体 就是不管是朝我哪个方向 其实都有讲 有的朝朝向嘴 有的就是垂下来 没有的圆圆的一个孤独 嗯 这个 嗯 这个 这个 这代表一岁到七岁 刚生下来就要看耳朵 啊 男儿 从左往右 从上往下 从左往右 女的是从右往左 啊 当然也是从上往下 啊 这到这边就14岁 如果是哪个地方有缺 嗯 哪个地方 你看我这 从小 就见个鬼神 这个地方 他两三岁就遇到了 啊 或者身体不好啊 等 有细微的差别 这个 呃 就是他你看软啊 你也是从小耳根软 说这个人没主见 但是你慢慢气血忘了 有主意了 你看右耳朵 就是代表后天 那就可以整体看的呀 这个代表先天后天 嗯 那我就说了算了 哼 我就这个 啊 不过这个耳朵白 那也是好香 耳白与面 啊 要要 要这个人要出名的 你看我们那个 就是那个叫什么 什么波 利波 不是 不是周利波 那个叫 什么讲传的文化 那个 嗯 那个就很明显 耳大 耳 耳高呢 也是 好 但是低呢 他往往是 不听话 他自己自己做主见 你看其他配合 你要你要弄得好 你也可以说了算 这个 就是 但是比较费心一点 因为你要说了算 那你要想 你要做 对吧 你要或者让别人听你话 这个 很多很多配合 很多讲究啊 就是 而轮廓也要分明 就是混到一块 那那也是个 猪头笨蛋 如果是太那个 也不好 有骨有肉 一阴一阳 你看说耳朵主肾 他就像个肾的形状 而且像个婴儿 看到没有 对的很重要 这叫采听官 要会听 要多